嘿嘿嘿嘿嘿 水水水水 大家好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下唐人 從今年開始 進駐在鳳山的黃埔新村 都四項意義 而今天剛好是黃埔新村的open day 所以我們每個村民都會敞開大門 讓民眾自由進駐 那今天我就要去串門子 所以大家看看我現在的穿鞋 什麼意思 這就是串門子的穿搭 還是我應該要就是脫掉 然後串這個吊搭 我覺得建議是不要的 那我們就是很隨興的 我們就去串門子 走 OK 那我們先去串一下門子 這家的民宿呢 叫做迪迦捆 嗨 嗨 祖祖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迪迦捆民宿嗎 再加關一下 好 我們先往這邊走 是我們的客廳 那因為我們今天剛好有活動 是 所以我們客廳有稍微調整一下 反射 這邊其實是原來的房間 然後我們今天也是開放給大家做小細節 但是有一個小baby 應該是自己碎死的這樣 不用辦 check in 這邊是我們的雙人房 哇 那今天是帶大家一起的體驗畫布包 體驗畫布包 是由你來教學嗎 對 還有大家一起畫這樣 這個是我們主族的這個 光仔 對 是 超光仔 接下來我們要到隔壁116號的軍事博物館 來看一下吧 這邊是黃埔新村東四巷116號 是 那我們結合一些軍事歷史 是 這一塊就是國軍的服裝 是 然後隔壁是日軍的服裝 是 然後後面這邊還有美軍的 俄軍的 後面一棟是德軍的 主要的營業項目 就是各國的這些配件和服裝 那我們也有一些女生的古著 我是不知道這個 這個人已經看起古著是怎樣 起來了 怎樣 有沒有動議來件 健康差來了 OK 下一家 1955 城鎮眷位 沒錯 我們去看小孩子 對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 來串個門子啦 我們其實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透過我們的入口意象 我們其實在入口意象去陳述到 其實這個村的一個重點 將軍玫瑰的一個花牆 將軍玫瑰 對 將軍玫瑰其實在講到 孫英文將軍的夫人 在庭院裡面種了玫瑰花 1955代表什麼意思 1955其實代表了 這一間房子 歷史的事件點 1955年的5月25號 哈哈哈 憲兵的車停在我們家門口 是 把住在這裡 當時的郭婷娘少校 帶去招待招待 嗯 再來 我們辛苦的孫英文將軍 然後我透過這邊那個擺設 透過一種動物的一個狀態 再另外重塑這個眷村的一個故事 回過頭看到一隻 我們親愛的粉紅色大象 誒 誒 粉紅色大象 平忘 對不對 為什麼要特別用粉紅色 因為他 莫名的讓人家反差了很長一輩子 對 因為他原本的名字 叫阿妹嘛 嗯 對不對 去彩接好不好 好不好 這個地方在騙小孩 哈哈哈 香港人來這邊騙小孩 對 誒很乖 看過那麼乖 哎呀 很淡定 嗨 嗨 嗨 我來串門吃了 尤其是平常的 在忙什麼 就是所有開心的事 當然有喜事辦婚禮 找我們啊 除了有叔叔跟帥哥 陪伴大家 籌備婚禮的大小事 包含像是訂婚啊 迎娶啊 或證婚啊 或宴客 這些都是我們的 婚禮部門的範疇 哦 所以辦婚禮也可以在這裡辦嗎 可以 這邊有場地就這樣 有 有一個戶外的場地來發示 我們看完聖誕的 今天 不是只有我們家而已啦 其實呢 這裡還可以辦婚禮 辦活動 辦派對 我們辦過求婚啊 周周啊 還有生日啊 全部都可以在這邊 而且有一種私宅的感覺 所以歡迎大家來 小喜事辦好事 所以生日也可以就對了 可以可以 所以只要是慶祝的 都是可以找你們 可以 沒問題的 業務範圍蠻大的哦 很大 超大 很隱密啊 其實應該說就是有一種 隱密的空間 然後私宅的感覺 是 然後下午啊 辦碗的時候 特別是 對 所以歡迎大家來 好 歡迎大家來找小喜事 辦活動 OK 拜拜 拜拜 最後呢 我們下課人 當然有這個 手作的Q版虎徽章 以及Q版虎小良善 歡迎大家有空 再來觀光黃埔新春吧